一些深圳的租客们背着大包小包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被迫搬家 因为他们之前租的房子被捅租了 这两天有不少这样的视频在网上传播 怎么一回事啊 什么是捅租 干嘛要搞捅租呢 其实很多大城市心里都有块疙瘩 叫做城中村 如果把这些城中村的旧房子给拆了重建 或者从房东手里买下来再改造 所需要的花费是财政无法承受之重 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呢 又怕它脏乱差影响城市的整体规划 所以怎么办呢 深圳给出了答案叫做统租 也就是不用你房东自己直接出租了 而是统一把房子租下来 花点钱装修升级 再加点钱转租给房客 这么一来呢 会比直接买下来省下一大笔钱 还能把城中村改造的漂亮一些 为了推进这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深圳还专门搞了一家叫做微堂的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微堂它是二手房东啊 它把房子改造了以后再转租出去 会不会把房租变得贵了很多 让大家都租不起房子了呢 昨天微堂的董事长专门出来解释了这个房租的事 说呢涨幅最多也就是10% 如果原来是1000块的房租的话呢 那么最多就涨到1100 为了搞清楚 我还专门给微堂打了个电话 说呢目前深圳龙华大浪街道 15平米到30平米的单房 房租大约是1300块钱左右 但是需要另外再加收15%左右的服务费 然后呢我又搜了一下 大浪街道其他房源报的房租价格 大概是在1200元左右 那其实对于政府来讲 这个项目也确实没有太高的利润嘛 毕竟多收的那些服务费 不是还得用来支付装修改造 以及管理等等的费用嘛 所以看来看去这个事情 最后的受害者 可能就是那些原本住的好好的 被赶出去的房客了 其实这个项目早就有了 但是最近这个动作比较的大 网上就出来了很多的视频 都是说自己被赶出来了 感到非常的失望之类的 甚至有人说 钱有广西汇博 金有广东微堂 但是我觉得吧 这两个事情放到一起来 比较确实也不是很妥贴 因为深圳搞统租 在财政收入上 起码目前来看是没有太大利益可图的 深圳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在于 打造一个高端 智慧发达的城市的长期规划 就在去年啊 深圳还和新加坡宣布联手了 要携手打造智慧城市合作新样板 但人家新加坡有40%的商品房 60%的保障房啊 而深圳现在的保障房多少呢 连10%都不到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保障房数量 它根本就不利于留住人才 那怎么办呢 目前深圳有超过500万套的城中村住房 小户型低租金 区位优的城中村 它本来就是深漂青年的首选 目前有70%左右的深漂在这里居住 那现在给青年人才提供保障性住房 是迫在眉睫的 在威唐的使命里是这么写的 说让城市留住记忆 让青年有所移居 要这个坚持增供低价 保本威力的原则 重点为20加8等重点产业的新市民 青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租赁住房 您看啊 有几个关键词在高频出现 青年 重点产业 说到这里 您应该明白了 虽说来了就是深圳人 但是深圳通往国际样本大都市的征途 并不属于所有人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规划 这无可厚非 但是呢希望这个统租项目的推进 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加细致一点呢 希望能够妥善的安置那些受到困扰的群体